恩你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祝福你 今天在你的工作当中 不论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 我求主先对你说 你的救赎主活着 他一直都在 如果他在 你就放手吧 让他介入 让他接管 好像雅各 雅各跟他的岳父拉班 两个人都是精明的人 两个人都是 都是蛮狡猾的人 两个人都是拼命的抓抓抓的人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过程当中 有一位神在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平的 上帝一直活着 在雅各的时代是这样 在今天他仍然是 在雅各面对他的老板 那个不公义的老板 神是这样介入的 今天神也一样在你的工作 在你所在的环境里面 他仍然是这样一位恩典的 公义的 公平的主 而接下去呢 在雅各跟拉班的 斗法的结果里面 拉班一定很气 就是他就觉得 我都已经都安排好好的 我都把好处都弄到 我这里来坏的给他 怎么搞的 后来结果是 那六年的时间当中 雅各就越来越旺 肥壮的都归他 我这里都越来越不好 我再想办法再解决 结果我越想办法 我越诡诈 我越用些这种 不好的方法去动脑筋 结果就更不好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带来的一个结果是 神经上讲 雅各看见拉班 就是他的老板 看他的脸色气色 就不如重见 换句话说 之前对他蛮好 现在就对他有点不爽 看他就常常语气也不好了 态度也不好了 脸色也不好了 所以耶和华神跟他说 你回到你的老家去 富家去 你从一路这样看下来 你会发现上帝做事 真的很奇妙 如果这个时候 拉班跟他的感情很好 然后两个人合作愉快 大家都赚大钱 雅各还不一定想回去 他是一个 我们用今天玩 他是做生意的人 这里有利益 他为什么要跑 可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他愿意走 他心里想 好吧那我走 为什么 因为环境变了 因为老板现在对他不好了 老板给他脸色看了 老板跟他讲话的口气很坏 老板开始 这些东西上帝都已经 都在上帝的手中 以至于当神对他说 回家吧 他会觉得 对 我干嘛在这里看他的脸色 我现在自己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我干嘛要在这里看他的脸色 我要回家 谢谢主 雅各很会布局 拉班很会布局 但是你看见 这一位神才是智慧的主 他是智慧的源头 你需要智慧吗 跟他求 他帮助你走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他会教你怎么样一步一步完成 他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个托付 这就叫做 进入命定 陈旌 杨帝都要找出 另一份 这种诚意 咱们 在那种诚意 那种诚意 某功诚意 非常强